判例就是要讓大家看到 他收到的東西是跟我們課堂上講的一樣 所以這應該是要可以的 那中間其實你會發現 中間其實我們就是用藍牙來連 所以是無限的方式 那第一步就是把訊號送過來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個判例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希望他一樣跟麥克幣一樣來解開 解碼就對了 那因為我這邊其實都把它寫好了 那你範例二的做法呢 等一下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那這邊我只要提一個技巧 就是說你可能未來看很多人用 Arduino來寫程式 其實會用到一個所謂叫做緊緻的debug 他其實來切換很多debug的內容 這個其實也是還蠻好用的一個技巧 就像說以下面這個例子來看 我有define一個叫做debug1 那我下面呢 你可能在程式後面呢 你會發現有一個叫做if define debug1 然後另外一個緊緻號 那這裡面框框這包起來的東西呢 其實會隨著你程式最上面有沒有define這個debug1 他才會執行 所以說像第一個呢 像第一個這個範例呢 他有緊緻號debug1 所以呢 他會執行下面這個地方 這下面框框的內容他會執行 但是呢你如果把它 用兩個斜線呢 把它mark掉呢 他這個就註解掉了 那他就不會執行這個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能程式寫了一大串 那你要把它 這個呢 暫時把它mark掉 那你就可以加上這個 加上 if define debug1 and if 來做這件事 那用切換的開關 就是用這個 影視define debug1 來做 這個只是一個 寫Arduino一個技巧 那你如果未來看到很多 Arduino寫法 你會發現很多都會用這樣做 那這邊只是分享給大家看 那我的範例1呢 跟範例2呢 我就用這種技巧來切換 debug1跟debug2 所以我等一下會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說我從範例1 直接rename成一個 example2 然後我只是切 切換這個 有沒有把它mark掉 這個符號 那這樣可以造成說 你有沒有執行模擬行 好 那我就 來做一下另外一個範例 那這個是範例1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範例1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 你確實是可以把VCRC送過來 那範例2就是要做解碼動作 那我們就繼續 那第二個範例呢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 你等一下要做的步驟 就是要在這邊 把 範例1的debug1 把它mark掉 然後把範例2用到的debug2 把它不要渡截掉 這兩個差異在這邊 那你也可以直接漏我程式 那我等一下範例的話 我是直接會改給大家看 那這邊呢 主要差異就是在這裡 我debug2呢 我有宣告一個 debug2 所以你前面有所謂的 debug2 他才會把 你解碼後的這個 stark forwall batwall 這邊 把它秀出來 所以等一下你會看到我的範例呢 你的example2 浪出來結果 就是會長這樣子 而不是一開始受到的事 它已經變解開來囉 好 那我就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下一個範例 那下一個範例跟前一個的差異呢 其實我們剛剛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已經可以成功的利用 藍牙把V7RC跟EMP3210接起來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 它V7RC送過來的訊號 但大家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只做到搜的資料 並沒有做解碼 所以解碼就是說 把我們剛剛收到那些 什麼1500啦 2000 1000 或1400 轉換成 上下左右 還有停 這五種狀況 那這就是我們接下來的範例要做的 那做法呢就是照 課堂上講的 就是我們一樣是範例一的程式 那你怎麼把範例二生出來呢 就是把它另存一個新的檔案 叫做範例二 你把它存 存在另外一個範例二 我這邊其實先是有存的 但答案應該是新的 就是範例二的 那範例一跟範例二就是剛剛提到的 範例一就是把PTIP的資料把它收出來 那範例二呢 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把它解碼 那其實我是寫在 第21跟22 這個行 這邊 那你二呢 就是要把 1的 debug1 把它 mark 這樣 mark 就是兩個斜線 在這邊 把它mark 這樣 然後你開啟另外一個 debug debug5 就是這樣 就是把它復活 把那個斜線取消掉 那這時候呢 程式就會執行到所謂debug5 那debug5在做什麼事呢 先往下看 好 你會看到第5253旁邊 debug1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們收到的資料呢 把他做出來 那debug5的數呢 其實會比在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就是說 在150行這裡呢 你會發現有一個叫做PCO PCRT的 它就是 把我們課堂上講的 它就是把SRD 後面的資料呢 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 那抓出來呢 那抓出來呢 就照我們剛剛講的 你在範圍在R等於100裡面的呢 我就把它歸類為SRD 那 debug5就是要把這個紙呢 繡成一個字串 把它SRD出來 等一下很想看 像這裡就是 DUB5 debug5裡面 如果在R裡面 R在100裡面 它就是SRD 然後後面呢 就根據不同的狀況 會顯示說 Right Left Forewall Forewall 還有Stop 反正就五種狀況 那這時候 你如果開啟DUB5 它就會把你收到的紙呢 直接換成 這個資料 上的出來 那你如果再加上你 自己看你要控制哪些東西 你再把這個函數 摳到所謂的Forewall 給我裡面的方形 裡面 就可以讓車子 做前後床 我們現在只是做一個框架 所以框架做好之後呢 你很容易 可以應用到 其他的 你要對付的東西 那以上這個就是 Example2要做的 那你這個程式改好之後呢 你就一樣 還是要上傳 那上傳好 我們再做一些 按上傳的鍵 然後這裡 同時按住 放左邊 再放右邊 再放右邊 做一次就好 然後你會看到 整個編譯完之後呢 它會開始做 上傳的動作 那你的眼睛 就會 就一個 藍色的一個燈 它會閃 好 我在這邊放了 我們這邊就是要等待 那它就等一下 因為如果每次你要做一個新的東西 然後編譯完 其實它都會有一個等待的 編譯的時間 會比較長 那編譯完之後呢 它就會直接上傳 那因為我們剛剛已經在前面 讓它進入到所謂的燒入的核心 所以我們剛剛做完 那如果上傳之後 你看 它的自動 上傳 然後打 藍燈 那個藍燈再閃 欸 它這邊秀 不是有問題 好 我們再看一下 為什麼 有問題 那 我們再重新接一下